5月13日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在北京舉辦肉資節招待會 邀請有關國家駐華使節 共動穆斯林傳統節日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斯蘭教協會會長 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院長阿布都勒克福 圖穆尼亞茲在會上表示 在法律保障下 目前新疆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信眾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 宗教領域始終保持和睦和諧的良好局面 信仰信仰自由權利充分實現 穆斯林群眾分在禮拜、年景、祈禱等合法、合規的正常宗教活動 都完全按個人意願進行 政府還安排醫療醫護人員在慶生寺進行醫療服務 為穆斯林群眾提供口罩、測量體溫、法法藥品、定時消毒 同時慶生寺提供茶水、囊、水果等食物 已被穆斯林群眾開始來使用 阿布都熱格府 圖穆尼雅兹表示 清真寺是穆斯林信眾開展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 新疆有許多清真寺建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 多為土皮房 有的狹小破舊 有的年久失修 甚至已經成為危房 近年來 地方政府通過新建、拆遷、擴建等措施 很好的解決了清真寺威防問題 方便了穆斯林信眾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清真寺條件突然得到改善 水、電、氣、暖、道路、通信以及廣播電視、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 延伸和覆蓋到清真寺 上海合作組織秘書長弗拉金米爾諾羅夫及有關國家駐華史籍和外交官一行 近期曾赴新疆參訪 了解當地文化、教育、經濟社會發展等情況 並與當地民怒交流 會上通過視頻連線方式 邀請新疆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 伊犁州伊寧市陝西大寺阿轟馬基隆介紹清真寺禮拜的情況 會上還播放了烏鲁木齊市、洋航清真寺、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伊寧市陝西大寺等舉行會禮情況的視頻 並直播了信眾在烏鲁木齊市漢騰格里清真寺、喀什市艾提卡爾廣場跳薩馬五的場景 再eee 再1 再1 A